在这边邮昌代表所有市政府的同仁 还有我们所有的市民 向各位里长致上最高的一个敬意跟谢意 会议开始前 金融市长邮昌先对里长协助防疫 让金融市疫情稳定 疫苗施打率名列前茅表示感谢 而在疫情期间 仍持续召开基层访试座谈会 就是希望能够与里长面对面沟通 了解地方心声 邮昌强调对于里长反应的重要事项 都将列管紧盯处理进度 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是非常的重要 但基层的问题 还有跟我们老百姓民间 这个日日相关的这些事情 其实也是一样的重要 所以每年的一个基层访设 也就是市政府市长这边带着局处首长 跟我们所有的里长 做面对面的一个对谈 那可以把这个问题直接反映给市长 那市长直接来做裁决 那我们在基隆市呢 我们所有里长基层座谈的一个反应 我们全部通通都是列管 而且我会在事务会议里面 一条一条的去盯进度 所以这个一定是一而有绝 绝而有果 那所以每一次的里长的座谈 都非常的永远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把我们市政府 有什么地方 还做的还不够 还有输入的地方 这个还可以努力的地方 都不用客气把它提出来 那我们一并来把他们做处理跟解决 那今年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采取了一些防疫的一个措施 不过我想处理市政 跟处理理政 我们都一样用心 包括从德路道路重铺在内 基隆市政府近年来的市政效率 很获里长好评 不过有多位里长也不约而同的 提到电感灵力影响地方交通 与行人通行等问题 呼吁基隆市政府积极推动电感下地 对此李后昌回应表示 电感地下化知识体大 更牵扯到施工经费 路面下管线分布及路段的整体规划 将请立法委员拆事应方面协助 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彻底解决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